本節目是由完美店Montre Park總店 聖Gabriel分店特約贊助 記住是暫時的 我們歡迎你的加入 你好完美店外賣服務平台 請問你今天想吃嗎 完美店開設了外賣服務平台 每日準時為大家接聽外賣電話 只要你撥打外賣熱線號碼 626-766-7377 聽到這一把這麼熟悉的聲音 跟著說出我們節目的名字 就可以馬上獲得 完美店贊助送出的一杯冰鎮凍奶茶 快點打電話來 Delicious Food Corner 外賣熱線電話 626-766-7377 DFC to go 去到哪裏送到哪裏 Miss Ho會客室 Miss Ho會客室 大家好 又是我Miss Ho會客室的時間 如果別人說人生有幾多個十年 可能大家都會說有五六十個十年 但如果我問人生有幾多個五十年 但如果我還說人生移民到外國有幾多個五十年 我想真的寧寧可數 不是那麼多人有過人生有幾多個五十年 為甚麼我這樣說呢 因為今天我請這位嘉賓 他移民來美國差不多五十年 你們都可以計算得到 咦? 都是一個挺長的時間 好像我們一般人說 即是老華僑 無可否認 而這位嘉賓 我認識了他沒多久 他就是以前大班小廚的老闆Ricky Ricky你好 你好 Ricky 你來了美國都快五十年了 你那時候是怎樣過來美國的? 我是1972年離開香港 首先我先去墨西哥 因為我家裡在墨西哥 是墨西哥的移民 我最後一個離開香港 加入我的生活 1973年我全家移民去美國 那你那時候來美國是讀書還是做事呢? 我那時候來到是讀書 讀書? 那是讀高中? 不是 我在香港中學畢業 中學畢業 來到就讀這個 首先讀這個Junior College 哦 即是Community College 在ECLA 在伊林 後來就轉到UC Irvine 嘩! 那時候讀UC Irvine很厲害了 UC Irvine一點都不厲害 那時候是很容易入 很容易入 很容易入 其實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你那時候入UC 還有你那時候進來讀的 Community College 那時候應該不是很多唐人吧? 是很少的 那你剛剛下腳那時候 你就是住在美國哪一個城市? 我住在Montree Park 我住在Montree Park 就是住在我們一個朋友 共同朋友 Anita的家裡附近 哦 是的 那裏上山的嘛 很多時候都在那裏跑步 是的 那其實那時候Montree Park 我沒有記錯 你要糾正 那時候Montree Park 其實有小台北之稱 是有小日本城之稱的 因為很多日本人居住的 是嗎? 小日本我又沒有聽過 是的 但那裏應該是很多日本人 我以前有隔壁屋 有一夥就是日本人 是的 一邊是台灣 一邊是日本 是的 即是那時候我們香港人都不是那麼多 不是那麼多 不是那麼多 是的 那你那時候來了之後 你去Commet College 你發覺 說回50年前的St. Gabriel Valley 那個地方和生活是怎樣的呢? 那時候整個Montree Park St. Gabriel Valley 基本上是沒有唐餐 哦是嗎? 是的幾乎是沒有唐餐 我記得那時候有一間 好像是金水還是金塔的 就是在Atlantic Borowar 在頂號對面附近 那好像樓上有一間桌球室的 那另外呢 就在嘉原有一間叫做國際餐館 那間餐館是我爸爸開的 是嗎? 是國際 是中式還是? 小餐 有一點點雜碎式的 大約比雜碎式的餐館 那是不是賣點心啊? 沒有點心 就這樣賣一些小炒 小炒 OK 那整個Atlantic Borowar 由嘉原一路去到 去到ESLA 即是南那邊 那邊呢 基本上是完全空的 全部是Empty Space Empty Land Maken Land 完全沒有屋沒有剩下的 什麼都沒有 現在就是 可能有幾個個位子 有幾個屋子 但是基本上是全是空地 什麼頂好 完全那時候是沒有的 即是Hat那裡 的Hat那裡 的Hat那裡 的Hat 那裡 那裡的Hat那裡 那裡的Hat那裡 是 那裡的Hat那裡 它經濟不是很好 但高樓大廈就很煩 是啊 所以那時真的哭的 來到真的哭的 有沒有想過 我要回香港 想 但那時就每天在寫信 寫信給朋友 寫信去講心事 但那時真的很無聊 會不會加 因為這樣沒有什麼唐人加速了 你在這裡的英文語言方面快速一點 學習好一點呢 成長 一半一半 都有的 因為其實Atlantic那邊 也有很多墨西哥人 我第一個女朋友就是墨西哥人 西班牙人 西班牙人 拉丁裔 你第一個女朋友那時也很年輕 20歲 其實現在你這樣說 都四五十年 你發覺現在變光了 I think it will be ready 是很旺的 你讀完書之後 你是做哪一類的工作 我讀完書之後 我首先就是做地產 oh real estate 啊 我是做 real estate 我是做 real estate 我讀書的時候 我就用一些 general requirement 讀完我的地產科 我就拿了這個broker牌 我就參加了永安地財 永安地財 現在還有沒有 現在沒有了 現在是文華 哦 即是文華那裡 不是文華 文華那時是最大的 是啊 是啊 在嘉里 永安都是向嘉里 是啊 是啊 哦 又不知道 那時的老闆其中一個是謝繼成 他的弟弟 謝繼安 謝繼周 那些都是屬於唐人社會的名人 其中一個是謝繼安 是一個很出名的牙椅 其實我又想知道 因為我本身之前訪問一個嘉賓 是中華會館的 廖美華主席 其實那時你們 一般中國人新移民過來 你們會不會去Challa town 去聯絡一些華僑 譬如中華會館 因為中華會館都百多年了 你們有沒有去那裏和人溝通一下 聯絡一下 變成你們可以有個binding 大家可以輸完一下心理質素 有沒有試過 我爸爸都在唐人頭 都挺活躍的 是啊 挺活躍的 他參加一些王次中親會 中華會館 我第一來到 他就首先帶我去 帶我的兄弟 走去中華會館 拜會一些 中華會館的所謂獎老 我有個同村的兄弟 我爸爸的同村兄弟 我叫叔叔的 就是中華會館的副主席 哦 所以我們都有 但是那時候我們 屬於年輕一輩 參加他的活動就很少了 會不會覺得悶啊 還有 是啊 悶啊 而且中華會館它有少少政治色彩 還有他那個經濟活動的色彩很困難 那我們就 怎樣為之經濟色彩呢 譬如是怎樣呢 我的私人覺得 他做很多事情是因為 他對他們的生意有幫助 哦 即是你說 進去中華會館 乘機就差不多拍卡片 我現在做地產 變成一個傳一個 變成幫助到 去找到一個生意 等於在美國人的社會 那個叫什麼 那個叫做 Rotary Club 哦哦 扶輪社 就是每個城市 Lion Club 那些那類的 就是大家都相一站在一起 認識多些人 可以團結一些力量去 希望可以改變 還有拿多一些經濟的利益 和政府拿多一些權益 和其他的生意 可以去 基本上就是 生意那方面有所增長 得著 有所得著 但其實現在這樣你說起 我就有一件事在想著 四五十年前 中國人 不要說香港人 中國人對投票的意識是很弱的 即是例如Rotary 或者自己City的Major 和Governor 那些Rotary 我們的意識好像不想去投 甚至乎Jual duty 都好像不想去那種 是嗎 沒錯 其實如果現在來說 時代變了 因為五十年了 現在都兩個Generation 變成新的一代 就會很支持 因為我們唐人很多時候 就不去表決 不去表決 有時有些事情 對我們就不太好 因為我們沒有去表達 我們的態度 但是現在就不同了 現在就好像 Montry Park 那些Officer 百分之八十九十都是香港人 所以變成他周圍派 同聲同氣 就會支持大家的鄉里 可以這樣說 變成我們如果想有些什麼訴求 我們就會多過以前很多 還有會支持我們自己的意願 沒錯 我知道你之後就開餐館 是嗎 是 你是不是讀開一萬 那你去開餐館 我就不是的 我讀書 我是讀生物和環境學的 沒什麼拉爛的 沒什麼拉爛的 出來之後 其實我家裡是開餐館的 剛才我講講國際 我爸爸另外在唐人霍做過考心 那時候就參加了做這個美麗華 美麗華 很出名的美麗華 海洋 海洋 不是海洋 是在二樓的 在二樓的 庫什麼 庫 但是那時候是很厲害的 那時候那人生意很厲害 很出名 是不是因為讀市呢 它是最有規模 最有規模 它是香港美麗華集團 其中一個老闆 是鄭先生過來開的 哦 其實有拉爛的 它是分開了的 它又不是代表香港美麗華大 但是它是香港美麗華集團的一個股東 用了美麗華的名字 來開餐館 當時的股東其中有一個就是張青先生 我跟張青太太太很熟的 Auntie Amy 她是我們舞台劇的主秀 如果你有看我們的土者 土者與我舞台劇 她是做土者 我就做其中一個角色 她都住在Montree Park 所以很多時候我都會有探望她 Auntie Amy 80多 她80大壽我幫她搞的 Auntie Amy 3年前80大壽 我跟她在NBC放了4月5位 我跟她搞的 你有機會離開的可以探望她 我跟她說Auntie Amy 跟她說Hello 哦 好啊好啊 Auntie Amy我跟她很熟 是黃光榮的兒子 哦 是啊 我今天完了這個錄音 我打電話跟Auntie Amy 聊聊聊天 Auntie Amy 你記得一定要看這一集 好了 這一集我就問到你這麼多 我就很想知道 你怎樣開一間大班小廚的餐廳 你可以解釋一下 即分析一下 你開的目的 以及你的招牌賽是什麼 大班小廚有什麼 吸引 以及當時的客人是什麼人 大家不要錯過 留下下一集 我們再密切留意下一集 大班小廚的起點 OK 好 公祝你福神與天齊 慶何你生神快樂 年年都有今日 歲歲都有今朝 恭喜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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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多謝 多謝三位 哇這個好開心 十拍生意 多謝多謝多謝 是我們年輕人 你們年輕人 是年輕人 是年輕人 只是年輕人 是年輕人 花樣的 這個就是世界與和平 這個就是世界與和平 對 下次等 噢 Miss Ho 背客室 大家好 歡迎到今次的村菜Central 這個不是一個節目 是想跟黃師傅做一個很簡單的聊天 我們現在的疫情開始都有一個很麻煩 反覆 反覆 在你的計算裏 你做封數十數 你覺得我們接下來的疫情 會有一個好的轉機 其實在年初我已經做過一本測 轉機大約在9月的時候 開始會有一個好轉 其實是一個未知之一 因為我們在等制錄有沒有一樣 我現在看到的 最快應該都是 就是明年一月 明年一月 如果我們屬於今年之內的事 因為我們未過二月四 總之是一月再 我們都想呼籲大家的觀眾 給一些內線引來 我們不是說 我們要做些什麼 要什麼時候計算多少 我們今次是想和黃師傅 一起勸大家 呼籲大家 就是這次要求大家 享樂為止 SoSo 我們都沒有辦法 暫時當然要忍耐一下 大家同心可能做得好的 至少我們真的可能 你需要去9月 可能分了下距 已經開始可以發聲 對 因為其實一切的影響 就是大家一起同心貼力 我們一起做好自己 要做個防線 要做好自己 要做好自己 其實這個可能很快就會過 我希望大家 在觀眾前面 我們會邀請大家 做一些好的節目 給大家欣賞 還有 大家要合作所有的規條 戴口罩 洗手 洗手 保持Social Distance 就是盡量在這個疫情 大家 安守著所有健康的守則 大家同心抗疫 就一定不會有好的成果 本節目是由 完美店Montry Park總店 成Gabriel分店 特約贊助 記住 是暫時的 我們歡迎你的加入 你好 完美店外賣服務平台 請問你今天想吃嗎 完美店開設了外賣服務平台 每日準時 為大家 接聽外賣電話 只要你撥打外賣熱線號碼 626-766-7377 聽到這一把這麼熟悉的聲音 跟著說出我們節目的名字 就可以馬上獲得 完美店贊助 送出的一杯冰鎮凍奶茶 快點打電話來 Delicious Food Corner 外賣熱線電話 626-766-7377 DFC to go 去到哪裏 送到哪裏